建于现在美国的疫情 美国选举委员会鼓励选民在本届选举中使用邮寄选票 希望这能简化投票程序 同时让选举如期举行 但是从8月14号开始 西部多个州部分地区却开始拆除邮箱 这是怎么回事呢 之前现任总统特朗普多次呼吁推迟11月的大选日期 并表示由于疫情而增加邮寄投票 可能会导致舞弊和不准确结果 他指出大选应该推迟到人们可以正规保险和安全投票的时候举行 在一连串推文中 特朗普表示全民邮寄投票将使11月份的大选成为有史以来最不准确和舞弊泛滥的一次 并将让美国感到非常难堪 他说民主党人大谈外国势力的影响 但是他们知道邮寄投票最容易被外国操纵 7月初至少有6个州表示准备11月大选采用全民邮政投票的方式 这6个州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 犹他州 夏威夷 可罗拉多州 俄勒冈和华盛顿州 邮寄选票是把选票寄到注册选民家中 并要求选民将填写好密封好的选票在选举日之前寄回 或在选举日送到投票站 约半数美国州允许选民选择通过邮寄方式投票 有批评人士指出 邮寄投票有可能让一些在不同选区有住址的人能够多次投票 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高调抨击邮寄投票 他还说在已进行邮寄投票的地区 最终结果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过去20个月来 在全美各港口机场截获超过13万张假造身份证件 从今年年初至6月30日 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的执法官员 在国际邮件设施IMF 从1513个海外抵达的邮件中 截获了19888张假假照和其他假文件 这些截获的假身份文件大部分来自中国和香港 还有一些来自韩国和英国 芝加哥地区海关主任肖恩坎贝尔说 这些假诈照多数是寄给21岁以下的大学生的 主要是为了去酒吧 但有人怀疑如果采用邮寄选票 有可能从外国输入假选民证件 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邮政投票可能导致大规模舞弊 但特朗普阵营多次抨击这一点 8月14日有美国民众发现 在俄勒冈州等多个州 美国邮政USPS开始拆除部分居民区的信箱 除了拆除邮箱以外 美国邮政局近期还缩短了部分邮局的运营时间 据CNN报道 在圣路易斯地区 一些一直营业到下午6点半的邮局 将在下午5点关门 这一举动随即引发美国民众和民主党的质疑 不少反特朗普的组织和民间意见领袖 开始指责特朗普阻止民众投票 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恩·泰斯特 直接质询清特朗普的美国邮政局新任局长德乔伊 泰斯特议员要求德乔伊证实有无邮箱被移除 要后者解释移除邮箱的理由 以及向公众解释此事 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 当地时间15日在社交媒体上指责特朗普 称移除收信邮箱是压制选民 总统就在我们鼻子底下破坏选举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接受采访时 指责现任总统特朗普试图施压邮政部门 阻止人们投票 他说特朗普已经明确地阻止人们进行投票 现在总统试图使邮政部门饿死 面对民众和民主党政客的质疑 美国邮政一位发言人金·弗鲁姆14日向媒体解释 拆除邮箱是常规做法 因为被拆除的邮箱中收到的信件数量较少 邮政部门计划将使用率低的邮箱 转移到交通繁忙的地区 随后美国邮政总局西部地区发言人罗德·斯比公表示 美国邮政局将在大选前 停止在美国16个州及另外两个州的部分地区拆除邮箱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